DLC群是干什么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DLC群啊 DLC群的主要的目的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几个机制,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构成课可能这一期要测试完,然后明年 如果测试真的太难的话,明年可能也是年底才会开,所以一年一次 今年的话大概9月开始报名,我们会先给群里面的学生 群里面的大家认证过的,大家就是优先保 等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构成可能讲什么 DLC我们现在分成两种,通常讲DLC是分成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作业 作业的DLC是什么呢? 作业DLC是这样的,过往之前我的作业我都有做过 就是我会出基础的作业,以前是这样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出基础作业 基础作业因为做完之后有些很抖恩的同学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嚷着 就是说还有没有更多的,再给我一点,我还要,再给我吸一些 所以这次有助教之后,我们就开始增加了 就是有多个助教就可以出 比方说小明出的就是Hard版的,噩梦级的 Hardcore 为什么他叫Hardcore,就是因为他出的都是比较难的版本 非常硬核的 然后另外的会有比较简单,比较佛心的版本的 可能是像是豆芽的,或者像是金问的 他们的一般来说会比较简单 那作业就是表示说我们出的DL期是指你基础作业做完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要做其他的作业把它全制霸 你是那种收集狂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另外一个东西是群组 群组是什么?群组就是我们现在提供助教的改徒服务嘛 那改徒服务,我们现在提供的是75天,75天就是上课的60天包含 上课是8周两个月,然后加上15天就是节课后的15天左右 大部分是这样子设定时间,大概75天到80天 有时候我会请假去别的地方,那个助教改徒时间可能会稍微延长 总之大概就是75-80这段时间带 然后72到80天这段时间带很多人已经被改到变成助教的形状了 已经被改到变成助教的形状了,所以呢 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还想要做作业,或者他作业还没做完 那这时候就有付费延长的助教改徒服务 助教的改徒服务等于说就是90天 90天的助教改徒服务你可以问的是,就是包含我们现在,我们课程中的作业 然后呢,在这90天里面我们可能还会出4到5个新的作业 在这个群里面 那这个群,他还会有 就是当订阅的人数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出一些 就是做一些测试,比方说像这一期的色彩课的 刚好今天还是明天,色彩群就要关了 我们这一期的色彩课 90天里面还包含了每周基本上有一堂课 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助教的直播 就是助教会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或者分享一些知识点 那一方面是我们让助教训练他的那个说话 训练他的那个讲课 另外一部分是这个东西也算是给同学的福利 所以你等于说你报了这个90天的那个色彩DLC 还多加了12堂课给你上 DLC群的好宝宝基本上是基础的作业 所以有做完八堂课大部分就是赚淘宝的 我有点忘记它详细规则 这个你可能问一下 问一下哈比,哈比会比较清楚 好吗? 那我们现在透视课的DLC 就是之前是400还是500 然后400块的样子 等于一天不用5块钱 那色彩课因为反馈比较难一些 所以我们的色彩课,加上有助教这个部分 我们的价格有调整 价格是多少钱? 700吗? 3个月的时间700块 大致上都是人民币,人民币计价 台币1800,透视课 然后人民币 然后色彩课的DLC是3000块的样子 DLC的话一般都是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会宣布 然后到课程助教服务的结束的那个时间 所以大概会有一到两周的时间让同学选择 那事后你要再购买也可以 可是我们的时间并不会 就是比方说 你已经DLC已经开始了两天 然后 你在这个时候才想报名 他的截止日期 一样是在这边 不会变成这里再加二 因为我们必须统一的这样子 定一期一期一期的同学 他的会比较完整 不然我们就会有好多同学 每一个时间 每天我都要去确诊说 谁今天到期了 谁今天没到期 没有多的人力管这件事情 色彩课的作业 透视课可以做吗 可以但是你没办法问助教啊 因为透视课的群就是给透视课的反馈的 跨期参加DLC是OK的 跨期是可以参加的 你可以进这一期你时间不够 你下一期我们开放的时候 你可以加入那是OK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计的模式 我想讲一下我们设计这个群组的这个 水群里可不可以得到色彩课作业 水群里面一般是不太会得到 但总是会有同学会提出来 偶尔会贴嘛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大概会知道一些内容 双开作业时间构都是可以画完的 那我们设计这个作业的目的是这样的 目的是 一般的你看到那种网课啊 它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比方说什么角色原画基础课 场景设计基础课 然后什么 原画保证班 场景入门保证班 然后它可能长达四个月或五个月 它会长达四个月或五个月 那四个月到五个月的话 四个月到五个月的话 时间是不是很长对吧 然后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 它包含的范围很广 从基础的透视设计 什么什么什么 它可能透视一周 我自己上过的课是头像一周嘛 肌肉一周透视一周 然后插画表现可能一周或两周 那像这么长的课里面 它包含的范围很多 有很多同学 特别是基础不太好的 他可能在这个段落 他就过不了关了 但是他不知道 可是课程进度就已经往后面过去了 所以他到整个课程结束之后 他透视还是没过过关 他连画一栋房子都有问题 但他自己却看不出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把这一堂的透视内容把它拆成八堂 然后把它讲得稍微细一点 那你就可以比较明确的是说 我来这堂课 我就是为了学透视的 那你来这堂课 你是为了学透视的 我们也只要 我们的助教的反馈成本就可以降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只要 能够找到 助教 不用说他十八班 武艺样样都会 而且履历非常的丰富 比方说 也会色彩又会角色设替 又会原画 还会场景 还能够画美轩 我们没 这种的大佬太难找了 然后 这种的大佬 一般来说你也请不到他 因为他可能本身他就是 他就是隐居或者他自己 自己就开了一个很大的班 所以我们让 专业 就是特别强的助教来做 比方说透视特别强的 人体特别强的助教 我们就让他反馈同一件事情 而且这样子助教 他需要反馈的难度也会降低 也就是 有点像健身房 你去找一个很擅长举重的教练 跟很擅长慢跑的教练 他们每一个教练有擅长的项目 而不是找一个教练 他所有项目都会 因为那种教练太少了 可以理解吗? 然后 一个做教的作业 助教改作业 是一人限定改一次吗? 不是 就是提交 你随着进度你就提交上去 你做到一定程度 你就提交上去 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些 你自己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 那叫什么 我节操好不好 有的同学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这里他画了一个角色 他画了一个角色 然后这边有一个卷毛 然后这边 他画了一个 乳环 他画了这样的角色 然后助教跟你说 你这个头发 把他的色块改的好看一点 把他改长一点 然后他就只改助教说的这个部分 但是其他部分其实也有问题 应该这样讲 例如他的光影可能这个地方画错了 他的光影可能画成 这样子画成中间一条 他这边又中间画一条 这里又中间画一条 助教跟你说 你头发这边的光影 这个方式是错的 你把它改成 换成 画在 画在侧边这个位置吧 然后同学就有的 同学会这样 有的同学会这样 有的同学会这样 说什么 你这样子画 然后助教帮你改完之后 你就只改这一部分 其他部分 助教没提的就不会动 就停止思考 这样到最后会变什么 就是我只会你做话 你提交这个阶段 就是我跟你说改这边 然后你就改完就上来 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改这边 你又回去改完这个 又上来 然后这个地方再跟你说改完 然后等于说同一个问题 助教要回答三次 刚刚小明讲的 就是这样的状况 很多同学在改作业之后 就停止思考了 他只会看 助教提出来要改的部分 然后其他部分完全就不顾 但明明都是一样的问题 他 却不会去想 这个东西你要自己 要稍微的 警觉一下 就是会不会 你在做话的时候 进入这样的状态 你进入这样的状态 就没意义了 因为大部分动脑的事情 都交给助教了 可以理解吗 大部分动脑的事情 都交给助教了 我们最重要反而是动脑 你不能只当执行的那一个步骤 好不好 现在一共有哪些群 就是水群跟你所在的上课群 目前你第一次上课的 就只有水群跟上课群 然后你上完课后 会多开个DLC群 让你看你要不要加入 所以你这样就 就是这样助教画画 这其实跟 有些我觉得 有些我觉得 就是那种 呃 比方说你看那种 完成作品 然后他画得很好的时候 你不知道事后 前面是不是到底有多少人 是指挥着你 把这张图把它完成的 如果是这样子 慢慢的指挥你 跟你说这张图完成 其实有很多部分的动脑 有70% 可能都是背后 那个指导你的做的 而不是你做的 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助教 已经相当有耐心了 只是希望大家在做的时候 能够多思考一下这些东西 当然你有思考的时候 助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态度上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至少你会有一些心得 说我这边改了 但是我不确定这边是不是对的 我这边需要改吗 你上传的时候 总可以加两句话问吧 而不是说 请问助教这张哪里有问题 然后我就要帮你玩 大家来找查 每张的问题 全部一个圈起来 然后跟你详细的解说 对吧 详细的解说 没有人这样做的啊 就是 你自己可能 你这样都没耐心 教你的地里妹妹 这样教作业了 你跟他讲 二乘二等于四 然后他跑过来 那哥哥二乘三等于多少 然后你跟他讲 二乘三等于六 他在这边跟你说 三乘二等于多少 你就抓狂了 对吧 可以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零基础学起来吃力吗 我得跟你说 绝对会吃力的 因为我们的东西还蛮硬核的 但是因为有反馈 所以 你至少尽力能够跟着做吧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 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事情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 我们课程的目标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课程的目标 分三种状态 一种是萌星 一种是中阶 但是他通常都会自己说 自己是萌星的假萌星 然后另外第三种是 他是大佬 但是他还是说自己是萌星的那种假萌星 好 我们针对这三种做什么呢 这三种是这样的 真正的萌星 我希望同学你在上完课之后 你知道这两种人 他们在思考什么事情 你的思考要先跟得上 你的知识要先跟得上 好吗 你的知识要先能够跟得上 在讲话的人讲的那个东西 然后中阶的假萌星 我希望他能够在这堂课里面 至少学会两到三种 就是他的手开始 手头开始跟得上 可以把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能够操作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算是一个基础的技术 透视你会跟不会 是还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透过这门课 他可以达到 比方说这门课你的 我希望是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有脑袋跟得上 跟手跟得上 这两个选项 脑袋你至少可以跟得上八成 然后手你跟得上三成 我觉得就OK了 那这边呢 一样是脑袋至少有八成跟上 然后呢 这里呢 手 你可以提升到也八成 也就是脑跟手你是协调的 中介我们希望这样 那大脑是什么 他手早就到九了 他的脑这边可能也就有 就是脑也差不多也是 就是到九左右了 他的手脑都行 他来做什么 他来听一下 以不同的人的观点 来解释透视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去整理这个系统 他来梳理他的知识 也许有机会 帮他脑中的想法整理过 可以变成9.2 或9.3之类的 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进展 就等于是梳理知识 所以我们的课程最多的同学 反而应该就是 接近这种中阶的假梦心 那真正梦心 你也不要太气馁 你手现在跟到三 我觉得就够了 至少是脑袋要先能够到八 好吗 这样可以理解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吗 直播到什么时候 顶多在20分钟吧 没有脑怎么办 没有脑没有脑就笑你啊 公开测试群是一直都会在的 测试群的录屏基本上 应该不太会失效 上课的内容有心得 可以播在公开平台上吗 截图之类的 你可以剧透一点点 10%15%之类的 但是你不要全部写出来嘛 就是写一些你的心得是ok的 你的作业也是可以po的 人家问你作业的时候 你跟他解释 你作业大概在做什么也ok的 你就不是全部公开录屏 或什么的 我觉得都好 我就是让人家也知道 就是你在跟人家解释的过程中 你也会学到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你就掌握拿捏一下 那个剧透的幅度好不好 比方说截图可以的 你知道截图可以 当我这样说截图ok 就会有些很过分的人 很过分的人会做什么 截图每30秒 或者每5秒他就截图一次 然后他整个 基本上就跟影片一样 你截了1000张 有没有 懂我的意思吗 缓程过了半年后就没了 但是一般来说 你半年内应该都可以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我觉得 没必要你就留一辈子 那个档案你真的回头 还会看的其实很少 上课截图记笔记是ok的 而且我比较鼓励你真的自己要记笔记 记笔记 你会得到一份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重点是脑子要先跟上 软件的一些技法 我会讲一些些 但我不会讲太多 我会预设你大部分你都用过软件 然后你对软件是了解的 每天练很长时间 过一段时间就会开始累 想要停一下就不敢停怎么办 每天练两三个小时就好了 不要练很长的时间好吗 你练两三个小时 持续很长的时间才是重点 持续的练 而不是你今天练10个小时 或12个小时 然后明天不练 因为你一天练12个小时 那种爆炸性 你是不可能撑得久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长时间的练习 然后你练一练 你要转换心 解决 就发现你自己觉得比较开心的 如果提出的主任题 助教解决不了怎么办 那个我会去解决 如果有事不能提交当做作业 我们是课程期间 你一直提交就可以了 我可以跟你们讲 我们拓事课有一个同学 所以叫米苏 这是我们拓事课的作业进度 是这样子的 我们拓事课这周是第八堂 然后这是第一堂 这是第一期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然后呢 这里大概是第二期的开课时间 所以第二期的课程 这是第一堂作业 然后这是第八堂作业 然后呢 米苏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大概上到这周 就是我们的课程进度 大概锚点落在这里的时候 他大概他的作业进度在这边 然后这时候二期开始啊 我们就在 大家就在赌红包 他就自己说 如果没过他就发红包 因为二期的人 就是有点像跑速比赛一样 二期的人有可能 课程进度开始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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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没有被追过啊? 哦 好像 哈哈 追过 没有啦 他有打开任意门 有一张任意门 魔法小卡 二二穿到这边来 先做第八堂作业 打开了任意门 好吗 所以你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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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提交 都可以做当周的作业 或者是前一周的作业 好不好 自学效率低 网路班呢 其实还是看你能不能跟得上作业 然后得到反馈吧 我觉得反馈这点是我们现在尽力解决的 就是我们有那么多助教可以协助你 你认真的把作业做完 然后并且 就是有问答大多数同学 应该都可以学会基础透视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都讲了交透视嘛 如果你连基础化一栋房子都画不出来的话 肯定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交到你能够自己独立化一间房子 所以以网路班来说 我认为你要看一下形式 当我们的标题写得越大 比方说原画场景设计班 这么大标题里面 你就很难判断你自己到底是连后市都不会 有一栋房子的建稿都画不出来 还是你是不会设计这一块 或者你不会Render 你不会渲染这一块 你不会把它上色上得很漂亮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一个地方不过关的时候 你就很难找到效率这件事情 我举个例子吧 今天你上一个班 我们把它就叫做西餐班 西餐班 西餐班是不是范围很大 是不是包围得非常广 然后我现在跟你说你上了西餐班 这西餐班的价格是很高的 那你上了西餐班之后 我问你说你学会西餐了吗 很多人都会打一个问号 不敢说自己到底是不是会西餐 而且你有点不太确定 西餐到底包含范围是哪里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跟你说我们来学一个班级 我们这道班叫做公保基丁 我们教这一个东西 那教公保基丁的话 为了防止有同学不知道公保基丁是什么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公保基丁 有核桃或花生 然后加鸡肉 再加花椒辣椒这类东西 来烤的 来炒的 好 很香啦 很好吃 好 那公保基丁 我跟你说你来这门课你学公保基丁 好 这样可以理解我说的那个吗 透视课主要是场景吗 角色比较少会练到吗 你这个问题等到时候 上了课你就会知道 后面试堂会讲人体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还是跟场景没有差 透视就是透视 没有跟场景跟角色 就是教你画方块 方块没那么简单画的 有上过课的同学 就可以跟他讲方块到底有多痛苦 提问的问题不见得会解答 上课跟课后 很多问题都是那种很琐碎的小问题 那种小问题你在提交作业的时候 就可以跟助教谈了 或者是有些同学他问的问题 其实已经就是跑到未来去了 比方说我们在第六堂课会讲的问题 很多人第一堂课就一直在问 请问会不会教大透视 请问会不会教人体的透视 请问会不会教角的透视 我想画人的透视怎么办 我想画场景加人的透视怎么办 都在第六第七堂课会解决 然后他在第一堂疯狂的问 疯狂的提问 然后疯狂的提问我就疯狂到多不愧 为什么 因为这些问题我现在跟你讲解 我课就上不完 然后我跟你讲解到 我如果直接跟你说 后面会讲 这样子又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你懂我的那个难处吗 你就想想好了 你在很小的时候 你问你爸爸 说 爸爸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你爸就很尴尬 因为你爸爸现在跟你讲这件事情 好像太早了 让你大大一点点你就知道了 然后他在跟你说 你长大就会知道了 然后你会觉得很不负责任 懂我的意思吗 偷试跟上次双开会不会死无全吃 不会啦 做得完好不好 做不完就课金嘛 很痛苦啊 你知道我在第一堂课就是这种感觉 上次有一个同学叫凌花 他形容的就非常好 就是有一个求来就打的职棒选手 我看到问题我就想回答嘛 然后我在这边挥棒 然后就忽然发现有一群小朋友 然后拿着球 一群小朋友拿着球 然后这样子往我这边砸过来 砸过来 砸过来 然后我的手都要挥到断掉 然后说不给自己射线会偷懒吗 会偷懒吧 不给自己射线会偷懒吧 我们有作业嘛 作业之上就会看算你没做 你没做那就把它做完就好了 基本最好都是跟完基础作业 画完每次都觉得很丑怎么办 这也不是我们正盘课可以解决的 就哪一天可能会觉得好看 就是你现在要不要先讲的 觉得很丑那件事情 你先具体的 我们放在说我现在画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会透视 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帮你解决 你现在说我画完我就觉得很丑 这就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我没办法跟你讲这个话 我只能跟你鼓励说 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对吧 这种问题就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种问题就超级难回答 我每次画完都觉得很丑 怎么办 因为超级不具体 那你如果说就比方说 我每次照镜子都觉得我自己很丑 那也很难回答 那我只能跟你说 没关系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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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如果你说的是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 照镜子长得很丑 可是就是我的鼻子的那个角度 我觉得我的鼻子不够挺 要是能够再挺一点就好了 然后这我们就找到方法了 我就可以帮你去查整形 整形鼻子融鼻的价格 我们可以找到方法 但你只说我自己觉得 自己画的东西很丑 我就没办法 可以理解吗 对 就是超多人就提一堆 那种 我觉得我的人生 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问这个问题 我又不能不回答 你懂我那种答辩器的那种感受吗 我想回答 但是我回答不了 然后我又不觉得 就是 能不能帮你去